蓝莓和鲜红草莓完美搭配成了中华民国国旗 洛杉矶桥界欢庆中华民国102年国庆别具巧思 除了特制大型冰雕和国旗蛋糕 还请到武师团驻镇 祝福中华民国国运昌龙 国泰民安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烈的庆祝中华民国102年的国庆 我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的兴奋 我想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 像这个华府的升旗典礼 还有国庆晚会 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热忱的参与 9月底才刚上任的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处长令胡荣达 与侨胞互动致意 受到热烈欢迎 令胡荣达和夫人一起切开国旗蛋糕的瞬间 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中华民国从1996年以来已经十四五次的总统之选 历经两次的政党和平轮地 民主生活方式已经深持人心 在今年2013年美国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也再次评定台湾是亚洲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显示台湾的民主自由成就已经深过国际社会的肯定 大谷团隆隆的鼓声和电音三太子热舞表演 把国庆晚宴带上了一波波高潮 也让海外侨胞度过台位十足的双十国庆